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想谈论的编销人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她的名字是赵丽颖 足不出户,了解天下奇闻趣事 在娱乐圈中几乎每日都有着数不尽的八卦趣事,等待着我们来揭秘 说到古装玄幻剧《仙剑奇侠》转三,相信90后们基本都看过这部电视剧 当年这部作品上映的时候,引起了一段古装热潮,这部电视剧也成为了经典 在这部电视剧中,胡歌、杨幂等人也为观众塑造了生动经典的形象,也获得了不少好评 今天要说的编销是胡歌,谁知道他因为偶像化的悔而成为一线明星 我想谈论的编销人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他的名字是赵丽颖 他曾经说过,一个自己胡歌的粉丝,为了追悼胡歌,甘愿毁了一切 却要和胡歌同台演出,成为和偶像一样优秀的明星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也成为了中国娱乐圈的一线女星 众所周知,赵丽颖并非是演艺科班 他当年其实申请了空城专业,但是最后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 结果他在一场比赛中被冯小刚导演抓住,从此开始进入娱乐圈 如果说赵丽颖第一次进入演艺圈,纯粹是运气好 但他接下来取得的成就与他个人的努力息息相关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贵族篇》,他的角色并没有得到观众太多的关注 随着他在电视剧《还珠格格》翻拍版中饰演钱儿格格后,开始进入观众的视线 因为他不是出生在科班,所以在演戏的过程中特别认真,付出的努力也比普通人多很多 最后,他的演技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